但是我们所说的俄罗斯是一个拥和的大国 当他拥和的大国有不安全感的时候 其他国家或者是全球都很紧张 刚刚谦歌讲到的俄罗斯是不是使用核武的门槛再变低呢 我跟大家爆料一下 这个是金融时报今天的一份解密文件 这个文件是包含了29份从2008年到2014年之间 俄罗斯的一系列秘密的军事文件 当中就包含了兵棋推演的各种场景 以及使用核武器的操作原则 内容有哪一些啊 怎么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场景可以使用核武器 第一个敌人入侵俄罗斯 到俄罗斯的20%的战略导弹潜艇被损坏等特定的因素 以及三层核动力潜艇被破坏 或者是沿岸主要级后备指挥中心同时预袭等条件发生的时候呢 俄罗斯可以率先使用核武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俄罗斯给出来或者解密的文件跟俄罗斯宣称他使用核武的条件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但他的文件同时还提到了就是说俄罗斯有在他呃远东地区 中国的远东地区加强和练习核导弹 因为这些的核导弹呢只能打击到中国 我想请拉尔士长期以来对于军事的观察来说 这份文件的真伪如何 那您普京一直向东看之前一直向东看 向西看也不是秘密了 这份文件也是在2008到2014年之间了 您觉得为何金融时报要在现在才把这份文件给解密出来 这个文件我相信啊 并有两种可能性啊 一种就是俄国故意在这段时间内 那么提供给啊 啊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来获得 另外一种就是啊 英国的金融时报早就掌有这个文件 只是等到这个时机才公布 所以这是两种可能性啊 那为什么会说 等在这个时机里面才来公布呢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您也知道在马克龙提出啊 所谓的派兵说了以后啊 北约的国家啊 这个纷纷的就跳船了 也就是当美国啊 英国等这些国家都说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要派兵 那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一个说法 那也就是如何能够说服他的国内 或者是他的盟友的一个说法 就是俄罗斯使用核武的门槛很低 所以我们如果一旦派兵的话 俄罗斯就会使用核武 这样的一种一种逻辑 啊这个是很有可能啊 也就是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情况也就是借这个机会 要挑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说你看俄罗斯他的核武 其实也有针对中国来的 那这个就是要挑拨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你说俄罗斯现在把这个文件 那么故意泄露给这个金融时报的可能性 就比较低了 而是说金融时报掌用这个 掌控这个文件 一直等到在这个时候才公布 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 那您看时间点就是2008一直到2014 可是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习近平主席 他本身的战略眼光 也就是在过去的时候 中俄之间的互信 也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事实上是并没有建立起来的 对俄国人来讲 他知道他远东地区的一大片土地 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 江东六十四屯 这么一大片的土地其实是中国的土地 没错 因为是尼布楚条约跟爱稳条约所造成的 这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结果 那我想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历史 那么俄罗斯人也都知道这个历史 也就是这个土地是在沙俄时代 他们非法所取得 所以他们内心里面其实都一直有感觉 中国是不是会有一天想把这个土地收回 他们一直有这个隐忧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对于俄国人来说的话 他在这个地方 未雨绸缪 预作一些想定是有可能的 可是为什么我会说 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习近平 在这个部分里面的战略眼光 因为当习近平主席 2013年的时候 一上台 他就开始 首先就到俄罗斯去访问 没错 当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就跟俄罗斯开始建立起 相当程度的互信基础 那经过这十年以来 中俄之间的关系 经受了考验 所以中俄之间的信任程度 已经发展到很高峰 那也建立起背靠背的 这种军事的协作关系 这个使俄国获得利益 也使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两国之间 在国际的组织社会 例如说在联合国里面 步调几乎是一致的 在国际的四问题的处理上 跟欧美的国家的一个对抗上 中俄之间也是被靠背 这样的情形 使中国能够腾出手来 做很多事情 一方面是国内的建设 继续按部就班的进行 二方面在世界各国的这个外交 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 就这个如火如土的一个展开 所以您看经过十年以后 由于中国不用腾出很多的资源 跟部署很多的这个武器 或是军队在防俄罗斯 在这个情形下 你看中国大陆 可以完全的发展 这个太平洋的能力 甚至把很多的力量 已经深入到非洲 深入到中东这个地区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如果以当时的战略计划来说 2008年到2014 我相信现在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有关于中国 这个东部的这个领土的问题 中俄之间可以经由协商 寻找出新的合作办法 来解决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 因为中国基本上来讲认为 跟俄罗斯的化界已经完成了 所以彼此之间没有边界的矛盾 那过去的这块土地 是可以经由共同合作开发发展 然后共同未来 如何能享用这个成果 来去思考另外一种形态的一个关系 这是新的方式 所以我相信俄罗斯现在的核武 不会再朝这个方向来部署了 因为对他来讲没有必要 而他核武在往外延伸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例如说对韩国 对日本 对美国等 我相信俄罗斯的这些珍贵的核武资源 当然就不会对中国的土地了 而是对于美国 日本 韩国的可能性是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历史文件 这个所谓的核武用的门槛的往下降 用来挑拨中俄的关系 基本上来讲功能是不大的 对于美国的核武用的核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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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